娱乐圈能频繁听到明星换国籍的消息 但也有明星将外籍换成中国国籍 第一位 谢霆锋 当初被家人送去加拿大读书时改了国籍 但谢霆锋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 所以谢霆锋也退出了加拿大籍 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 第二位 真子丹 小时候和家人一起移民到了美国 成名之后依然退出了美国国籍 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 第三位 古爱玲 15岁时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 在此之前古爱玲就将自己看作是中国人 古爱玲也在冬奥会上为中国夺了三枚奖牌 第四位 杨振宁 为了学业杨振宁加入了美国国籍 他父亲到去世都未能原谅他 直到杨振宁老年后才寻到机会回到祖国 并且也把国籍改回了中国 第五位 成龙 成龙曾直言我国国籍是最难进的 当初成龙为了儿子国籍的事没少费功夫 美国的移民局屡次挽留都被拒绝了 而他儿子也终于回归了中国国籍 第六位 陈小春 当初和英才儿结婚时加入了美国国籍 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 如今陈小春退掉了美国国籍 选择加入了中国国籍 第七位 李连杰 据说李连杰有过两次改籍的经历 去美国发展时改成美国籍 投身慈善行业时又加入了外籍 在想改回中国国籍时发现很难改回来了 接连三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你还知道哪些主动改国籍的明星呢